84岁老人偷偷再婚 女儿跪求父亲将财产留给自己 老人却说 谁给我养老财产留给谁 眼前这个嚎啕大哭的女人名叫杨美琴 她的父亲杨旭华今年虽然已有84岁高龄 可作为退休干部的她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养老金 名下不仅有一栋价值不菲的房子 等到她离世的那一刻 退休单位还会给她分发一笔高达20万元的抚恤金 这样的经济实力 让杨旭华老人在丧偶后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香伯伯 很快就有一位年轻女性出现在杨旭华的世界里 由于对方比杨美琴还要小5岁 所以对于这个名义上算作自己后妈的女人 杨美琴心中一直抱有成见 认为对方就是奔着老父亲的财产来的 如今父亲之所以愿意和对方结婚 也是受到了对方的蒙骗 为了让自己的父亲回心转意 杨美琴带着调解员赶往了老父亲的家里 眼前这栋位于县城中心地带的房子 就是杨旭华老人的家 原本这里有一个可以让所有人自由出入的大门 可现在老人为了防止女儿进入 将这扇门完全封闭了起来 只在客厅里开了一扇门供自己出入 作为父亲的他为什么要如此防备自己的女儿呢 正当调解员感到疑惑的时候 杨旭华老人回家了 84岁老人偷偷再婚 女儿怀疑继母另有所图 下跪祈求父亲将财产留给自己 老人却说谁给我养老财产留给谁 看到女儿出现在自己面前 杨旭华老人的情绪变得尤为激动 当着调解员的面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在妻子离世后 她确实如女儿所说找了一个小她几十岁的伴侣 当初她也曾将对方带回家里生活 可作为女儿的杨美琴强烈反对 不分青红皂白地与对方动了手 人家品性不好我才阻止她 而且她现在公开地讲 她不得到这个房子 她不姓姚 她是这种人 你为什么要和她来往来 这种偏激的举动让老人伤透了心 妇女之间的感情也变得越发淡薄 而杨美琴也有着自己的苦衷 这几年她的生活过得格外不顺 母亲去世后没多久 她的丈夫也因病去世了 为了给丈夫治病花光积蓄的她 只能投奔自己的父亲 本以为会和老父亲相依为命 哪成想会有其他女人闯入到她们的生活中 由于对方比杨美琴的年纪还小 她便觉得对方动机不纯 为了表明自己绝对不允许外人嫁进来的决心 杨美琴将事情闹得路人皆知 这也让杨旭华极其不满 如今父女再次相见 杨美琴直接跪倒在老父亲面前 声泪俱下地表示 希望父亲不要再和对方交往了 只要老父亲愿意将财产全部留给自己 她可以不辞辛劳好好照顾父亲一辈子 为父亲养老送终 可杨旭华老人根本没有理会女儿的表态 神情冷漠地与其他亲戚交谈 原来老人对于女儿早就失去了信任 之前女儿来到家里生活后 本以为余生会有人照顾 哪知道女儿只顾自己 每天不是外出打牌就是四处闲聊 从来没有好好管过她 所以对于女儿的表态她根本不信 正到老人数落女儿不是的时候 杨美琴突然提出 想要看看父亲的房产证是否还在 你现在把房产证和你的结婚证拿出来 我证实一下看看 到底现在还在不在你手上 如果在你手上 那我现在我可以相信你 你要是不在你手上 那证明人家是不是被人骗了 对于女儿的请求 老人格外的厌烦说什么也不愿拿出来 这加深了杨美琴的担忧 她担心事情会如外界传闻的那样 房产已经过户到了女方名下 我都给你跪下个阁眼 听不听 你不是这样子是不是 妈妈 你不是这样子对我 我妈妈亲家 84岁老人偷偷再婚 女儿怀疑继母另有所图 下跪求父亲将财产留给自己 对于女儿的无端猜测 杨续华老人显得格外气愤 她表示自己虽然已经和那名女子领取了结婚证 但是房产依旧归属于自己名下 只是目前证件在女方家里放着 想要查询只能去房产局 为了验证自己所言非虚 老人带着调解员赶往了房产局 经过一番查询后 工作人员确定房产目前还在老人的名下 得知这个消息后杨美琴输了一口气 回到家后 杨美琴再次向父亲哭诉 希望老人能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将财产留给自己 我老公没有了 我妈也没有了 我也没个姊妹 没人帮我 我是一心一意对你好吧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你老是把我看得那么热毒 可杨续华老人根本没有理会自己的女儿 看着气氛越发胶着 调解员站了出来 经过劝说后老人终于松了口 表示在自己去世之前 只要谁能好好照顾自己 给他养老送终 那么他名下的财产就都留给对方 听到父亲表态后 杨美琴当即表示以后一定会做出改变 好好照顾父亲直到对方离世 赡养老人本就是每个儿女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责任不该与金钱物质挂钩 希望杨美琴能真正做出改变 让老人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生活 至于这笔财产 本应属于杨续华老人所有 该怎么分配应该由他自己做出选择 那么你认为这笔财产应该留给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那么我所见这个千朗 其实留得真正的半年是 轻抑郁氈oqu来接吻